多謝今次可以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 我以前都是拜偶像, 但經過信後認識了耶穌, 在信仰上又明白了很多真理, 我如何透過經歷聖靈, 我都是在聖經和祈禱特別的祈禱, 我覺得在聖經裏… 甚麼是特別的祈禱? 特別祈禱是很早很清神, 一起來親近神時, 覺得那種寧靜,那種平安, 我習慣睡覺都祈禱, 因為我很想將自己今天 那種平安或有甚麼問題都跟神講, 我覺得透過祈禱後 跟神的關係密切了, 你為何會有動力開始多祈禱? 因為我覺得以前原來人的愛有限, 當然你付出了很多, 其實和你付出都不是一個正比的, 可能都會有傷害, 但我覺得神的愛很大, 那種無條件的愛, 透過聖經裏寫著載各樣東西, 我覺得神真的很偉大, 我覺得我可以感受到祂的愛。 是否有人在大力信主時, 教導你怎樣去祈禱, 所以你就這樣多祈禱多看聖經? 其實信有時很多人叫祈禱, 我不知道我還有很抗拒, 我祈禱我很害怕, 我覺得我甚麼都不懂, 就去問拿著數,我很害怕, 反而我經歷了在教會裏 可能弟兄姊妹的關心, 又透過自己肯去聽和接觸, 而至見到信仰的真實, 我很祈禱, 我見到有時是自己的不平安, 或者見到別人的需要, 我就去祈禱, 我就經歷到祈禱神的應許。 是,OK, 你不如說說你的背景, 即是你那個, 起初你是有拜偶像, 還有一些抑鬱, 其實我以前是拜偶像, 又經歷了婚姻破裂很多事, 我都不開心, 又很憂慮, 那種不平安, 即是經常不知為甚麼, 但我很擔心, 可能事前上後, 我又去再拜偶像, 拜過甚麼? 哇,拜過很多, 因為我跟媽媽, 我媽媽是這個信仰, 即是又是不平安之後, 就別人叫她拜皇大仙, 觀音, 哇,很多, 四面法, 我們去過泰國又拜過, 其實這些經歷都影響了我那時, 我都有可能是, 其實思覺失調, 其實我想回轉頭, 可能就是接觸那些邪靈太多, 那之後呢, 思覺失調到甚麼程度? 是, 我入過醫院, 完全甚麼都不知道, 可能是亂說話那一程, 他們又帶我去, 我不知道帶我去看, 去那些甚麼錄蔭那些, 錄蔭是道教的, 是,很多是一些警察, 警察帶, 即是一些朋友帶, 叫我上去, 又不知道去那些甚麼封廟那些, 但是呢, 透過一段時間, 我慢慢慢慢就好, 有機會可能看醫生, 那我想問你一件事, 就是那個, 你說, 你去四面佛, 是否去完四面佛那裏之後, 是否有個時間, 你去完, 忽然間就有這個, 好像思覺失調的情況? 因為是逐漸, 是突然的, 是逐漸, 是逐漸的, 還有我那次又聽, 人家說風水, 那我媽媽說, 你這樣, 不如你去改名, 又有些風水佬又來講, 又說, 你要整長明燈, 要不認識, 那我甚麼都不知道, 那時候我又未聽過耶穌, 那我就聽, 然後我就不平安, 然後就不知道為甚麼, 好像就是這樣, 就變了一個人好像, 好像, 好像思想不知, 好像亂了那樣, 是的, OK, 好了, 那你後來信耶穌之後呢, 這個情況是怎樣? 信耶穌之後呢, 那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經歷, 我就經歷我放手, 就是我, 我以前是很多, 工作上很有壓力, 那又要經常上大陸, 照顧不到兒子的, 那我覺得, 我感受到, 聽到, 我們要去真理裏面, 是要教導, 還有要放, 某些東西放手, 我轉了份工, 然後, 我又不用整天上大陸, 又多些時間回教會, 然後, 我覺得很平安, 不用開燈, 也很平安, 看不到五隻手指都很平安, 要開燈,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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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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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安全感 好的 但你每一次祈祷 会不会即时感受到神的灵灾 有没有感受到平安、喜乐 我有的 我觉得有时间祈祷 都是很平安 还有感到那种喜乐 但是有时就 以前来说 有些时间是忧伤的 尤其是广极又不明白 即是广极 向那些人传呼吁他们不明白 有些可能是不直接 即是变成为他们忧伤的状态 即是看到他们陆在黑暗的情绪 势力里面 即是说你里面有平安 亦有经历喜乐 但又要经历关心人的忧伤 亦有给你有动力去帮助别人 你自己有没有发觉 每一次祈祷是有能力临到你身上 平安 可以经历到的 我觉得有的 尤其是我觉得敬拜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 最有感到神的同在 还有那种能力 是是 你可不可以形容那种能力 令到那种能力 好像有些东西是充满你 你很自然去投入 还有去敬拜 接着你会有一种很凉快 即是你会感到一个 很开心 很有能力的同在 带给我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神将你的生命整个改变过来 对不对 并使用你 又祝福很多人 对不对 你都经常去传呼 帮助一些人 对不对 多谢 对 多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荣耀众赞归比辞 是